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视频,我是Lambo 我最近有个客户找到我,非常着急 跟我说说Lambo,我这边报税马上就要截止了 非常着急,说也不会有这个预期吧 你看需要什么资料 我这个客户他有主要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投资房 所以他觉得文件特别多 所以他说我还来得及吗 是不是会满 首先我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咱们报税的截止日期 如果是个人申报的话 如果你自己在买嘎味上进行申报的话 这个截止日期是在10月31号 如果说是委托事务所帮咱们完成报税的话 这个截止日期是在第二年的5月15号 就是第二年的5月15号 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 当然我建议大家你当年的报税可以尽早的完成 第一个是你可以早一点拿到退税 第二个是这个事情你不用一直想着这个事情 万一你要救不住第二年 可能这个事情忘掉了 那不好的 首先要先跟大家说 当时我也跟客户说了 你先不要着急 这个还是有时间的 第二个客户就说 我这么多的文件 我应该怎么给你呢 那我今天呢 主要的话就是什么 就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如果在个人收入这一块 我们有投资房收入的话 那这些文件大概应该怎么去准备 大概分为哪几类 这样呢 一个是方便我们自己理顺 我们所有投资房的这些收入啊 支出啊 所有的这些信息 另外就是我们在保税的时候 也非常的简单 清晰明了 不会有什么移动 那其实投资房呢 比较重要的文件 我们比较 我按照信息来说吧 我们那个文件呢 主要分为 主要分为四类文件 主要分为四类文件 那第一类文件呢 就是咱们房子的一些 最基本的收入支出信息 你像一般如果我们 这个投资房是找的一个 去找这个中介 把我们去出租这个房子的话呢 一般每年或者每个月 这个中介的都会给我们 一个这个statement 这么一个文件 文件上面都会显示 收入是多少 支出是多少 当然这个格式 不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信息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文件上 基本筛选出来 什么信息呢 就是我们要核对一下地址 是不是这个房子的 包括咱们房 就是房东也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看了 我们收到这个文件 是不是咱自己房子的 别说错了 那第一个是 你要核对一下名字 核对一下地址 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看看 整个房子在这一年当中 出租的长度 就大概有多少 多少周出租出去了 或者是有多少周 我们准备要出租出去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税局 它在报税的时候 是需要这个信息的 它要需要两个 关于时间上的信息 一个是 你的这个房子 今年一共出租了 多长时间 这个呢 税局会拿来作为benchmark 因为它会做一些数据比较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一栋楼上 户型一样的两个房子 就是楼层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租金呢 一个租金报了三万 一个租金报了一万二 那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长 的话 税局呢 肯定会想什么 那是不是一万二的这个租金 可能会有这个漏报的情况 可能是不是有收入少报了 漏了 不小心漏报了 那税局呢 他就到时候就就问这个 到时候就会开展一些工作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漏报了 因为大家伙都非常自觉的 去把这个收入进行申报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这一年当中 可能就只是出租了 大概三分之一 那所以就我的收入呢 就也有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一 别人是三万 我那只有一万二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在报税当中 是必须要把这个出租的时间长度 要放在你的报税当中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准备要出租的时间长度 这个呢 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已经出租了的 就是房子已经在收租金 已经完成出租的这段时间 这个呢 更多的是在做这个收入的 半十万 而你这个房子准备出租 算话句话说 就是已经挂在网上 已经开始做网告 但是暂时没有人进来 暂时没有人住 那这个时间你也要把它算出来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的支出 是可以从你这个房子准备开始往外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算了 所以 那这个 这个你的抵达审核 你比如说我房子出租了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就只有半年 或者是三四个月这样的 但是你的支出可能会更长 因为我这个房子可能可能我半年前 我就准备要把它出租去吃了 但是放在网上做网告 但是就是可能没人来租 那你的支出 这这之中产生的支出 你水肥啦 电费啦 consult rates啊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作为deduction 那我们管 我管这段时间呢 叫available for rent 其实这是什么 就相对是 我们可以看到 税局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来作为我们的支出的一个比较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比较 所以这两个日期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刚才咱们回到咱们刚才说的文件上 那中介出的这份这个租金收入的这个文件上 除了这个时间长度之外 有的可能没有 你可能要去问的 那就是什么 其他的就是你的收入和支出了 就是这个房子里面 中介帮你收到的收入租金 以及中介帮你支付的一些和房子相关的一些支出 水费啦 电费啦 consult rates啊 这些 这都在这个文件上 这个文件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伙 你这个文件是比较容易拿到的 并且里面的信息呢 还是最多的 所以这个文件呢 我们优先准备 那后面大概还有三个文件是什么呢 那第二个文件 一般就是咱们的银行利息了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投资房的这个 这个做的这个投资房在个人报税当中 投资房的这个报税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这个咱的房子如果是贷款买的 利息是可以做的 在 在waitable for rent的这个期间 那 这个呢 就需要邀你到银行那边去邀一下银行对账单了 一般来说银行都会生成给你一个一年全年的那个利息总金额的 一个A4纸上应该都有的 你在那个应该登陆自己的那个网上银行应该都能看到 所以这个也比较容易达到 所以这第二一般来说这是第二份文件 那那第三份文件呢 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咱的折旧报告了 但这个不是不一定就像刚才的那个利息一样 就是有可能我房子是全完美的 那可能就没有利息这个文件 那如果我房子我不想做折旧 那这个折旧呢 也就没有折旧报告了 那小伙伴说那折旧还能选择不做和做不做 做和不做嘛 那那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好说坏处嘛 其实这个呢 那要就是咱的那个按钥 根据咱客户的 或者根据咱大税人的情况 来进行具体分析了 那因为这个它不能直接 它不是不来看 我也不是黑黑黑即白的 它是要进行一个具体数据的一个分析的 那总的来说呢 从大方向来说呢 就是我是可以做房屋折旧的 那我房子呢 一般来说呢 它分为两部分 这个在咱 我之前的一个小视频里面 跟大家聊过 就是折旧呢 一般分为就是房子本身的折旧 还有房子里面的一些 我的一些 就是一些assist的折旧 比如说我房子里面的那些 电器啦 那个抽烟机啊 烤箱啊 这样的折旧 它两分为两部分 房子本身的折旧呢 40年折旧 每年折2.5% 是直线折旧法 而那个 家里面的这些电器折旧呢 就除了电器 还有一些tamblite 就是5B除外那些 那这些东西的折旧呢 是可以自选的 那根据使用年限 可以自选 就是你可以选个直线折旧法 或者加速折旧法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你不需要担心 说这不是自己算 你不需要的 你找一个非常专业的 这个折旧报告 出这个折旧报告的机构呢 他们是可以帮你 就是一下做好40年的 你集中给他们一个费用 直接把40年的报告 给你做好了 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不用担心 只是跟大家解释一下里面的 这个报告里面的数据 大概是什么样式的 那你在报税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找到 这个报税表格当中 针对于你这一年里面 因为它做40年出来 你找到你针对于这一年的 你的折旧的金额 把它填系到你的报税里面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它把你的这个房租收入 下调了 就是你的Deduction减掉了 对吧 那如果要是你的这个折旧的金额 非常大的话 那你的可以可能加上你的利息 那可能房子很可能就已经是 就产生了个loss 那这个loss呢 是可以抵消掉咱们个人的 其他的应税收入的 抵消掉其他的我们个人收入的 那我们也管这个叫什么 叫复扣税 大家伙这个应该是比较 应该是比较听的比较多了 那英文呢 咱管这个叫negative gearing negative gearing 中文就是复扣税了 就是房子的loss 是可以抵消掉你其他的收入的 你的那个工资收入啊 或者是你有收到一些其他的收入 就可以抵消掉了 那 但是我们可能大家说 那这个挺好 那是不是大伙都要去做折旧呢 做了折旧之后 我可以把我的房子 就是多多多 可能一些支出 多可能一些deduction 那我就可以少交税 但是你做了折旧报告 你把这个折旧的金额 在你的个人报税当中 去作为的deduction 那这个房子以后 你如果作为投资房往外卖的话 那它是要计算capital gain的 那你在计算capital gain的时候 你的call space 要下调 因为你之前已经拿出一部分了 简单来说 你之前已经拿出一部分了 作为你房租收入的deduction了 所以换句话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 你像我的这个客户 他如果要是做了这个折旧的话 他房子本来比如说是80万买的 然后他做了折旧 折旧每年折一万的话 举个例子 折一万 折两万的话 那他比如说 一只房子出租了十年 出租了十年 那十年之后 他在买房子的时候 那他的房子的那个 就是这个在计算 那个增值税的时候 他的call space 就要从80万下降到70万 因为每年只要一万 一万一共是十年 那就要下降到70万 然后他房子比如说 要是卖的话 卖100万的话 那他增值区间 就是100万减70万 就是30万 而不是100万减70万 我当时买的房子80万 20万的区间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因为你做过折旧了 你的call space就下降了 所以大家伙就要看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看你的 你是做折旧 平常多退点税呢 还是我就不做折旧了 这个房子我就不做折旧 到最后呢 我在卖房子的时候 我的capital gain增值区间 就会小一点 那我在最后卖房子的时候 我capital gain少交一点 capital gain tax少交一点 就这样 所以大家伙就要做一些比率的 因为如果咱平常 我们可能收入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做了折旧 可能避税的效果没有这么大 那最后我们把房子移买 增值区间特别多 那大家知道 个人阶级税率 收入越高 交的税率越多 那可能最后 你可能前面省的税 后面一下 就都要再补进去 而且你还可以多要交税 那你做折旧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很划算 所以这是第三个文件 折旧报告 那第四个文件呢 这个是就更少见了 当然也不能说少见了 就是会出现的几率会少一点 就是有些我们的房东呢 会去申请那个NRAS 这是缩写 NRAS 这是缩写 它主要是简单来说 有可能不是很恰当 但是我中文 我们一般中文翻译呢 就说这是连租房补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房东在把这个房子出租到市面上 他会把价格下调 按照规定下调 大概下调的幅度大概是30% 就下 比如说我本来是可能是1000块钱租一周 那我可能下加的大概700块钱 就这样 然后呢 去租给一些特定的人士 比如说低收入人群啊 这个需要保障的人士啊 或者是一些高危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 那把房子租给这些特定的人群 那这样呢 政府每年呢 就可以有一些补贴 联邦政府呢 大概每年现在补贴 应该是8000多块钱 9000不到 然后那个州政府还有补贴 州政府补贴大概是3000不到 所以总共呢 可以拿就是 总共可以一年拿到手的补贴 大概在1万多 1万多 也就是说 政府说那好 你不是便宜的租给人家的吗 那这个缺口我来补 那补呢 那也我不是说 要补你的中间的那个 完完整整的那个 那个详细的金额 那就大家好就是一样了 就是就1万多 打会儿一块儿补了 然后这个房子呢 一般来说 如果你决定要做这个事情 你申请了这个NRAS 它是一下可以申请10年的 所以这个也是个投资的方式了 那也是个投资的方式 那这个文件呢 比较简单 它文件上一般都显示出来 就是那个联邦政府给你多少钱 每年会稍微上调一点 然后州政府会给你多少钱 这个补贴 我们不用管州政府的金额 因为州政府补贴的金额 是直接发到咱房东之手的 你是不需要把它在你的个人报税当中 体现出来了 真正需要体现的就是那个 我们的 那个咱们的就是联邦政府的 那个补贴 就大概8000多块钱 那个补贴 你把它放在个人报税当中 就这样 所以基本上这四方 这四类的文件 如果你要是按照咱们的这个速度准备 你可能有多套房子 那你每套房子就是这四个文件 四个文件 四个文件 你准备好之后 你在完成自己的个人报税的时候 就简单多了 你按照报税表格当中 收入支出的信息 你把这四个文件当中的信息 进行一个 滋滋滋滋的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通钞 最后核对一边 数字是不是 你这几个文件当中 数据的一个差值 一个总和 进行一个核对 那最后呢 这个报税就简单多了 有效率多了 对 所以我今天呢 一个答案分享的就是这个 因为我的那个客户呢 最近他只好找到我 就有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小 有个小问题 挺紧张的 其实大家伙不用紧张 你只要按照咱刚才说的 你把文件准备好 报税 暗示报 暗示申报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伙 欢迎大家伙呢 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面呢 多留言 跟我们提提我们的 看我们这边 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高的 跟我们多提意见 然后也就 也还有就是 大家伙如果你在工作当中 或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比较大兴趣的话题 或者有趣的一些案例 也欢迎大家在咱们这个视频的 这个下面的这个讨论区里面 大家一块讨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